我們有個第二階段的開發 請各位回去先把練習檔 練習檔裡面的第一個這個 先把它下載 裡面當然有我的完成檔 上面有個箭頭 你可以參考 那我們主要就是說把它解出來 它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本來是一些網站的證照考試 它主要是網站 可是呢 網站怎麼樣把它變成APP 因為如果說你懂得網站變APP 那以後的話就簡單了 反正我們都會做網站 那如果你會做網站的話 你理論上應該就懂得怎麼樣把它轉成APP 比如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B02 它這個都題目 不過你不用做那種軟件 當然如果你要去參加這個 Dreamrope的考試 那也更好 因為Adobe的東西 多一張總是多一個那個吧 好那有個STD就Standard 就是它這個是做完的 有個Default檔 那你打開來這個就是一個網頁 那這個網頁 長得類似這樣 那就考試裡面 它就叫你要做出來 類似像這樣就可以了 不過這個有點像形象廣告了 好那這裡面的話就是 考生服務 然後最新消息 新書登場 認證課程 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這樣子 這是網頁 一個網頁 可是如果你放在手機裡面 這樣子直接放上去 人家一看一定會看不下去 感覺怪怪的 所以必須把它切割 切割 比如說切割成三個部分 然後最後秀的話 我看一下我剛剛有做好一個 類似的東西 這個是手機上面的 那我是把它怎麼樣 本來是在網頁裡面的東西 但這個圖是一樣轉移過來 這個東西呢 大標題 我上面會有個叫導覽列 叫NetBar 下方一樣會有那個清單列 那這個只是讓各位了解說怎麼做 那這個NetBar 不用寫程式 當然一般的書裡面是要我們call 可是 我後來發現那個Dreamweaver裡面 都有用 那個屬性那邊可以做設定 只是說一般的書裡面 沒有特別介紹這一塊 那我覺得 那就直接去那邊設定一下就好了 幹嘛還要自己去寫程式 所以 那再來的話怎麼做 比如說我這邊最新消息這邊 按下去 我可以怎麼樣 把它用清單的方式顯現出來 那上面你也可以多一個什麼 上一頁 有沒有 或者是最下面這邊有個按鈕 下一頁 下一頁就是 直接跳到新書登場 這邊有個下一頁 有沒有下一頁 還可以回上一頁 回上一頁 這些效果 而且會有跳動的感覺 那這些效果呢 如果你以前要自己寫JavaScript的話 非常的花時間 但是 這邊所有的東西 都是利用 JQuery Mobile做出來的 JQuery Mobile做出來 然後呢 它的基本 就是HTML5 只是說 它少了什麼東西 它其實將來會在手機看到的 就只有這麼一塊 它不會讓你看到上面的東西 跟下面的東西 那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不是很專門很厲害的人 你根本不知道這個是用原生的寫的 還是用那個 我們Dreamweaver 等於是 底是一個網頁 來寫出來的 那你說 跑起來會不會很慢 如果你用早期的那個 單核心的手機 跑會KK的 但是現在應該沒有人在用單核心的 如果有的話 那你就 KK的是正常的 那如果你是雙核心以上的話 就不會K了 很順 幾乎跟原生的差不多 所以其實 KKMobile它會這麼流行 還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硬體的那個效能提升 它得到受益 那這個地方是第一個 也就是說怎麼樣 可以快速的把網頁變成 這個我們的手機上面的東西 那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你做好了之後 有沒有辦法快速的安裝在你 安裝在你手機裡 這個也是重點 所以 最後呢 如果你有沒有時間的話 請到Adobe的一個網站 叫做Build.FoneGap.com 這個網站非常重要 也就是說以後怎麼樣 如果你要把你做好的這個網站 其實它就是一個網站 只是說它變成手機版的 對不對 那你要把它真正的變成一個 APK安裝檔 那就要靠它了 它可以怎麼樣呢 你請你在上面註冊 我以後會教各位 非常簡單 你做一個網站有沒有 把它壓縮成ZIP檔 傳上去 它就會下載成一個APK檔 並且提供給你QR Code 也就是說 那個QR Code呢 你scan一下 就可以裝在手機裡了 所以剛剛的畫面呢 透過這個 Build.FoneGap.com 它就會幫你快速的轉成APK 那你想說 這麼好喔 佛心來 那其實它是有文章的 就是說 它如果Getting Start 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Free Free OK 這個有個什麼 要Pay 要Pay的喔 有沒有 多少錢 Free的 但是 如果是Free的 一個 對不對 那如果是Pay的話呢 25個 OK 那當然所以 所以怎麼辦呢 你就是註冊一個帳號 就一個 那如果註冊十個帳號 你不就有十個Free的 沒有啦 這是開玩笑的 可不可行 可行 那為什麼不可行 對不對 只是說你要不要這樣做而已啦 這第一個啦 之後我會教各位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招啦 不 教各位一些訣竅啦 就是說 要不就是怎樣 你可以 傳上去之後 轉完之後 下載成APK 你下一次那個可以刪掉 再轉一個新的 因為你主要是要得到 最後的那個APK 那你就刪掉就好 你就把它 這個網站 當成是 幫你從網站 轉成APK的一個 算是什麼 雲端的一個 服務之類的啦 OK 好所以大概 先開個頭 基本上我都是講比較 就是實務面的東西 理論的部分 因為我們沒有太多的時間 所以 我剛剛講那個什麼 HTN5啦 CSS啦 JavaScript啦 JQ Mobile 這些東西 你如果有興趣 就直接去網路上找找 或者去買一本書 自己翻一翻吧 裡面它會教你很多 但是它應該看起來 不是很好看 大概知道一下 看一看你可能想睡覺了 OK 那我們主要是 針對實作 就是做出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下幾個單元 就是說 如何把可能現有的網站的範例 轉換成手機 的那個畫面 然後再轉到你的手機喔 可以馬上看到 因為它只要傳上去之後 它會幫你產生一個QR Code 那你就scan它 它就會自動幫你download到手機裡面 那你就看到你剛剛做的東西了 那感覺還蠻OK的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慢慢的 如果進入到多頁 然後稍微變化一些些之後 但是它還是靜態的 接下來就是這樣 再把它跟今天講的 PHP加MySQL連結在一起 以後的話 手機除了靜態的顯示之外 還可以加上動態的查詢 跟新增修改刪除 那這樣其實功用就大大提升了 這個部分也是應該 目前大家最需要的 可是因為受限時間的關係 我們可能也沒辦法講得非常深入 所以你們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自己有沒有一些 特別想做的東西可以提出來 我們可以針對大家比較都有興趣的部分 去做那個教學 OK 那細節部分 因為我講過了 這個東西 你如果不動手做 你要學會 真的太困難了 而且這個程式語言 又比我早上教的還困難 早上教的其實 如果跟那個比 難度至少差了五倍吧 這個好像難很多 所以我很多東西 就直接放上去啦 但你回家之後 你要特別注意 每一行每一行 你要去check 然後可以自己去動手修改一下 換一個資料庫 再試試看 OK那請各位 稍微把那個 我放在雲端上面那個練習檔先下載 然後稍微看一下我那個完成的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在Adobe上面這邊 沒有一個帳號的話 請你先建一個免費的帳號 那當然如果你 口袋比較深的話 你就每個月好像是說 9.9 大概就10塊 10塊一個月大概300多塊 25個帳號 這樣算起來還是 如果你有再做一件東西 其實還OK啦 300多塊如果 這個網站真的還蠻不錯的 那是Adobe的啦 那PhoneGap這個 其實有點像 顧名思義嘛 PhoneGap 就是 讓這個手機 其實Gap 是跟Web之間的Gap 就是可以讓這個Web跟 Phone 跟手機 沒有Gap 這有所提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跟我想還蠻不錯的 但是跟原聲的方式 又不一樣 原聲的我講過 訴求不一樣 如果你是要比較低階的呼叫硬體的話 當然我建議你是學原聲的 或者你要效率高 然後只是單純處理什麼樣的東西 那當然用原聲的方式好 可是如果你是要內容豐富 然後 然後那個美工要漂亮 然後呢 又可以連結資料 當然原聲也可以連結資料庫 或者是說 顯示Google地圖 那顯示Google地圖 這個簡單太多了 原聲的方式 會做到吐血 還做不出來 原聲的方式 像地圖部分 難度可能又 差了大概十倍吧 所以當然將來我們會講 如何在手機上面 比如說你也可以 把那個Google地圖 顯示出來 那也就是說 如果你後面有個資料庫 有它的地址 我今天按下去 自動可以跳到那個Google地圖 那這樣會更棒吧 OK 所以這個怎麼做 不過這些東西 各位當然要點心理準備 絕對 不會太簡單 但是我還是會提供給各位 Source 原始檔 你們將來只要知道 貼 但是要知道貼哪裡 不要貼了之後 奇怪 還貼錯地方 或者是 貼了之後不知道貼到哪邊去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要再修改一下 我想這個 試試看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 講到這裡 那下禮拜 我們就開始要進入到那個 App App的部分 OK